啊 怎么了 这不是我们家娜老师 已经怀孕28周了吗 今天要陪她去做糖奶 从昨天晚上10点 娜娜就开始进食了 这一大早还没出门 就开始喊饿了 我好饿 你知道我夜里都是好意思的 想吃 吃 想吃什么呢 在想今天做完了 去吃什么好吃的 先做完后再接着 到了医院之后 就开始抽第一次血 娜娜刚才进去 做了一个这个 我抽血 感觉抽了很多是不是 要等40分 喝水 记得娜娜以前跟我说过 她从小到大 最害怕的就是打针了 但是自从怀孕之后 已经不知道被扎了多少次了 而且今天一天就要抽三次血 抽完血之后 护士就给了娜娜一个杯子 和一包葡萄糖粉 让她进去把糖粉泡水 五分钟之内全部喝完 这喝完糖水 一个小时和两个小时之后 又分别抽两次血 今天三天 可以来这里 我们来不来 我们来 三点钟还来 对对对 要拿结果 我想吃多久 当抽完最后一次血的时候 已经是大中午了 娜娜也是十几个小时 都没吃过东西了 再加上还抽了三管血 我们现在刚刚从这个医院出来了 娜娜抽了三次血 太不容易了 现在坐三路车 去带娜娜吃好吃的 出了医院 我们立马就去了当地的中餐厅 就是咱们中国的馅饼 然后里面是牛肉 现在什么都可以吃了 太可怜了 昨天 昨天晚上六点钟 到现在一口东西都没吃 早上也没吃 让她点了一个薯条 然后我点了锅包肉 好久没吃锅包肉 畅畅 畅畅的薯条怎么样 感觉 收起来不肯吃 感觉我们在吃KFC 我点了一个炸鸡 我点了一个炸鸡 我在中午吃了别的炸鸡 我在中午吃了别的炸鸡 嗯哼 好吗 不一样的 但是不得好吃 看看这边的馄饨 感觉像俄罗斯的饺子 对吗 饱餐一顿之后 等到下午三点 我们就到医院 拿糖奈的结果 本来吃完中国菜 心情大好的娜娜 在拿到结果看了一眼后 脸色立马就阴沉了下来 啊 怎么了 最后一次的这个数值偏高了 出了医院大门的娜娜 挤得眼泪都掉了出来 其实我知道 为了这次的糖奈 娜娜一早就开始控制自己的饮食了 平时最喜欢吃的巧克力 到现在是一口都没有吃过 这对于每餐饭后 必须要吃甜点的俄罗斯人来说 是有多么的煎熬 所以娜娜刚开始 对于今天的糖奈检查 还是很有信心的 还半开玩笑的说 如果检查没有问题的话 要一个人吃完一个蛋糕 刚才从这个医院出来 这边的医生又说 有可能是那个妊娠糖尿病 又让我们去看一下内科医生 再看一下蜂蜜科的医生 所以我们现在要约了另一家医院的 那个蜂蜜科的医生 来娜娜去看一下 蜂蜜科的医生